男人拿出妻子手势盒的东西 里面不仅有人的手指 还有死亡圣石和阴爪 这些都是老白痛恨的巫师物品 小美解释只是些纪念品 正当老白要销毁物品时 她急忙上前阻止 但老白坚决扔进去烧掉 这里是纽约不是非洲 那些巫师离这远着呢 作为水电工程师 老白筹划在非洲的工程 但萨满巫师 却认为这是在伤害土地 她迟早会报复他们 两人刚从非洲回来没多久 小美每晚都能感受到幽灵般的生物 她劝公司的人不要动工 老白无奈地推开妻子走开 她从来不相信什么巫术 老白正想走出门时 小美诡异地说她永远也回不来了 老白愣了一下没有在意 她刚想打开门走出去时 一只死山羊出现在门口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时公司的办公室里 几人讨论着在非洲水坝动工的事情 几苦油人的阻挠是最大问题 他们怨恨所有企业入住 唯一邪乎的是巫谷 几人没听懂巫谷是什么意思 老白简单解释就是巫术 非洲的一些巫师 打算诅咒所有与工程有关的人 特别是做决定的管理层 见众人还是笑嘻嘻的 老白认真说道 他亲眼见过正常人被巫师诅咒 不到十分钟就染病而死 众人还是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因为办公室里除了他 所有人都信奉着巫术之事 甚至连40层的大厦 都没有第13层的存在 最终老白气愤地离开了公司 他来到酒吧和朋友喝闷酒 老白还是想不通 怎么能从一个小时内弄到死山羊 查理表示在纽约根本不可能 这时老白不小心打翻了杯子 掏出手帕时掉落出狮子的牙齿 这是小美赛给他的护身符 可以免受狮子伤害 但老白却觉得这是丑陋的恶习 巫术不断侵蚀他的力量和信念 查理看了眼手表 已经凌晨三点了 两人拿上外套起身走人 老白刚坐进车里发现车子无法启动 他大声朝查理喊了一声 但查理已经逐渐远去 无奈的老白想回去叫人 但酒馆也正好打烊 而老白的尸齿就摆在桌子上 这时老白来到电话亭拨打电话 奇怪的是 转动号码电话都没一点声音 就在他刚转身离开时 突然电话铃声响起 老白又回去接听电话 此时里面传来诡异的叫声 那是专属非洲动物的吼叫 害怕的老白急忙跑出去 声音不停刺激他的耳朵 空荡荡地接到空无一人 突然树前开始刮起圣人的风声 老白惊讶地望着头顶 上面居然又传来了那些叫声 这时一辆出租车路过 老白连忙坐进车里 离开时他还望向树上 上面仿佛有东西在晃动 车上的老白放松下来 车辆停在路口等着绿灯 奇怪的是 即使绿灯了 司机也毫无反应 老白伸手晃了晃他的身体 司机居然静止地倒在一旁 惊恐的老白急忙下车查看 司机面无声机地瞪大双眼 嘴上挂着诡异的笑容 老白害怕地查看四周 突然远处传来乌鸦的叫声 还没等他跑多远 父亲响起奇怪的鼓声 老白看到是人呕松了口气 自己还能被假人吓到 正当老白想点根烟冷静一下 一只手突然搭到了他肩上 老白顿时冷汗直流 回头一看 居然是一个流浪汉 老头祈求他能施舍一下 见到活人 老白非常慷慨 他直接掏出一张刀勒给老头 这时又传来了诡异的鼓声 老头疑惑有什么声音 老白指着前方 像是马上要进攻的声音 得知老头听不到声音 老白决定扶他十美金陪自己回去 突然传来一声大象的尖叫 老白终于绷不住了 他转身 想找出声音的来源 老白急忙寻找消失的老头 他跑到巷子里 不停呼唤可以加钱 但附近没有任何人回应 正在他焦急寻找老头时 突然一声失所将他吓住 一只石狮子 正死死地盯着他 老白小心地摸了摸石狮 可能只是他神经紧张了 接着他进到公园里面 穿过这里 他就能回到家 舒适的晚风让老白决定 先来上一根烟 刚休息没多久 附近又传来更加猛烈的叫声 这时 身后传来狮吼声 老白猛地回头看去 一道身影从后面划过 吓得老白急忙跑出公园 身后的动物和鼓声越来越近 即使撞倒垃圾桶 老白也连忙爬起冲过马路 他急忙掰动大门 却无法打开 那股声音刺的老白紧舞双耳 突然世界终于安静下来 老白也恢复了神志 他艰难地起身回头看去 这场回家之路太艰辛了 此时他终于回到家里松了口气 惊魂未定的老白 双手还是止不住颤抖 以为终于能放松下来喝杯水时 突然又传来嘀吼声 老白不解 家里为什么还有声音 终于他发现 声音是从房间里传来的 老白小心翼翼地来到门前慢慢推开 妻子小美正倒在床边 一只凶猛的狮子 居然站在他的床上 老白还以为 眼睛出现了幻觉 直到那双眼睛 盯上他的那一刻 老白知道自己要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